如果你认为乌龟是无害的,那是你从没被乌龟咬过,不像这两个充满好奇心的家伙 乍一看,这只仓鹿似乎是想偷一只鹰的食物,但事实上,它现在正在步入陷阱 当这个家伙和熊搏斗时,它的狗也没有闲着浪费时间 这匹马被一只公鸡惹怒后踢了它一脚,但这只公鸡看起来可不是善叉 它开始用嘴捉这匹马,并且学会了避开它的无影脚 当这只土狼决定攻击水塔时,事情并没有按计划进行 相反,水塔还决定用迂回战术挑逗它 熊游是会闯进人们的家里,仅仅是希望能蹭点饭吃 不幸的是,这所房子被一只十公斤重的伐斗看守着 当它发现有闯入者时,它决定采取一些行动 再看看豹子和豪猪之间的战斗,结果可能很吸引人 豹猪用刺覆盖它们的背部和尾巴来保护自己 而豹子则是被扎得面目全非 鹤马的攻击性和领土意识是众所周知的 但当鹤马试图骚扰大象时 大象一个慵懒的后踢腿让它清楚地知道谁是这里的主人 这只老虎很幸运,因为猫不在它的笼子里 一只浣熊不知怎么跑进了黑猩猩的住所 它几乎立刻意识到自己完蛋了 动物园的老虎习惯了一来伸手放来张口的日子 以至于连一只大也能欺负它们 地头熊闯入了某个后院 把一个喂鸟气扯了下来 它产生的声音引来了这家院子的守护者 真是给大家族丢脸了 想象一下,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 你和你的伴侣睡在一起 翻过身却突然发现有两辆坦克向你跑过来时 穿越来的